当燃烧产生的热力形成上升的侧窩 再和火焰结合就会出现火龙卷 在山火现场有时都会见到 不少实验都会示范人为营造小型火龙卷 是相当可观的科学实验 当然对安全措施要求相当之高 不适合一般人士 火龙卷由于氧气供应不切 通常烧得不彻底 所以一般是红色的火焰 但在几年前有学者为了研究 可不可以用火清除海上的油污 于是将浮在水面的油点着 尝试在水上面制造火龙卷 结果在误打误撞之下 平时红色的火焰逐渐消退 竟然剩下一道蓝色的火龙卷 这个神奇的现象一直没有人解释得到 但在最近终于有进展 马里兰大学的学者 透过实验比对电脑模仪 成功拆解蓝色火龙卷的结构 底部的火焰是燃料和氧气混合之后才点着 而且燃料比较充足 而上层外围的火焰也是预运火焰 不过燃料比较频繁 至于上层内部的火焰不是预运 燃料和氧气是一边烧一边混合 属于扩散火焰 这三种火焰结合的交界形成一个环是火龙卷的起点 所以蓝色火龙卷的真身是三重火焰的完美结合 由于蓝色火焰代表彻底燃烧 不会有黑烟 如果搞清楚在哪些条件之下 可以做出受控的大型蓝色火龙卷 将会有助结淨燃烧 例如清理海上的油污 有线电视记者谭希林报道